救命 白衣男子不停大喊救命 他被七个人压制在地 一旁还有辣妹忙着录影 这时有人拿悬子过来 朝白衣男双脚捆绑 恐怖画面让目警民众吓得报警 园警也火速到场 下来 下来 关锁子 下车 他们在演那个戏 什么戏 洋哥的戏 怎么了 演什么戏 就怕是绑架案件 园警要求车上的人全部下车 开门 后座开门 全部都是下车 全部下车 开门 把后座门打开 干什么 叫你们下车就下车 下车 离谱的是其中这名男子 自称是寿星 还说这一切都是假的 你知道有人报案说你被绑架吗 我知道 对啊 我现在还没有办法理清说 你们到底是在玩 还是是真的你们有什么纠纷 我们等一下全部带回去 靠去所理清 20号早上有民众报案 在台中市河南路二段 疑似有一名男子 遭强压卤上车 警方到场发现 箱形车上塞满一堆人 原来是一名网红 江西女子 因为男友生日 找来一伙朋友 把对方压上车 打算带到彰化庆生 但看似卤人的行径 早已吓坏民众 大街看戏的在旁边都玩太大玩太大 我是觉得太过分了 不应该这样玩到这样 警察动用那么多警力 民众痛批 这伙人真的玩过头 甚至浪费社会资源 为了亲身策划假绑架 把无聊当有趣 记者韩志欣 王百英台中处方报道 我是李一璇 主播工作对我来说 是一秒都不能松懈的战场 张探动社会 大众关心的议题 清楚传达出来 更要求自己 先是一名认真的记者 才是对观众负责的主播 更多新闻 请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 订阅分享 并开启小铃铛哦